各界憤怒,公投變成唯一出路 政府的難方案,頒布了參加補選的大專2012成員 率先表達不滿 唐遠年在立法會發言時 他們大叫2012雙普選 打倒特權階級和廢除功能組別 結果被保安硬拉走 廢除功能組別,2012雙普選 我們所以今次唐司長一個禁偽 試圖在議會裏面 即是臨急臨亡去大王眼上公的方式 我們是極之憤怒 現在應該是即時去動員大家的群眾 去支持這個516的公投 還有大家都盡量去動員 那就不要再去什麼上海等等 公民黨就繼續爭取市民支持公投 最有意思的就是呼籲市民 看5月16日出來投票 因為我看到這個是唯一的出路 如果你說那天派了大長龍去票站投票 告訴政府我們要廢除功能組別 那我都覺得可能有些機會 或者政府會看到和聽到 這是天賦你們的一個權利 誰說什麼都沒有用 你們要堅持一個最簡單的一個信用 就是說毅人一票 紅爆網絡的漫畫家Cousen說 要用筆暴露建制派的惡相 不出二十年 香港人一定見到真民主 拍這條片的導演鄭啟明說 要用自己的方法去令普選成真 著名博客林記都說 不可以被政府再騙下去 他會做多些公投宣傳片 希望多些人投票 社運人士曾俊英就計劃 在立法會表決方案當日 好像反骨鐵一樣包圍立法會 抗爭到底